这个小插曲是这样的 大家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 我拗了一个死券buffer 它里面是个数据啊 藏了多少 16 哎,我要是如果装了第17个字符怎么办 有的跟我说,那你装了第17个字符的话 那肯定就是把你装嘛,为啥?可变长度啊 你注意 数据是固定长度 听懂了吧 我给大家掰着掰着,什么叫做可变长度数据 我给你们说一说 就是这个可变长度数据的原理 听懂说一下 嗯,你就记住啊 数据必须固定长度的 这能明白吧 这改不了,你放心吧 看看啊,是这么回事 假设呀,这有个数据 然后这里有什么呢,就是弄一下啊 这一个 你这么个意思了啊 然后你这不往里装东西吗 装装装装的 满了 怎么办 是吧 我跟你讲 它的做法是这样的 就是 复制一个数据出来 这个数据呢 到底复制中多长呢 是吧 通常是原数据的一倍 是吧 或者是什么样啊 或者是这样的 在原数据上也有50%的都可能 这是他自己挖过程 听明白了吧 这是他自己挖过程 这个呢,并不是我们考虑分之内的 我们只要知道 它会复制一个新数据 比如说长度 是原来的一倍 看到吧 他会创建一个新数据 这能懂吗 他会创建一个新数据 然后做什么事呢 然后他会将原来数据中的元素 全复制到这数据来 大家 我问一下 将一个数字元素 复到另外一个数字元素 会过 啊 跟我说 老师COPY吧 旁边跟我说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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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我跟你讲 其实一个数的数据 往另外一个数的数据 简单到不行 明白了吧 变了一遍就全出来了 是不是 变了一遍就全出来了 我把这个数的数据往这边复嘛 这个什么鸟鸟 我这有复嘛 对不对啊 完事了 可是呢 我的新的元素 是把这个数据有点放 现在明白了吧 你不装不下吗 我为了保留你的数据 并且进边加新的数据 所以我就算大的数据 把你装进来后再抓新的 哦啦 所以以此类推 这个叫做可变长度数据原理 听懂了吧 啊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大家 他这模型一构造 就是16个长度的 为什么 这又有个构造方法 叫做 可以指定处置容量 嗯 啊 比如说 我指定了一个40 呀 我指定了40 这40 大家 跟我刚开始搞一个16 有区别吗 有什么区别啊 我问一下 我如果指定了40 我能存第41个元素吗 啊 什么东西 这个可变长度的容器 能存吗 能 那我搞16过认的 我也能存啊 我告诉你区别在哪 试试这两个用哪个型 知道吧 区别在于效率上 如果你能确定 如果你能确定 这个数据量 在40 没有吧 银内 那么 你直接产生一个 长度为40的数组就行了 这就没有吧 哎 就这回事 一拗出40 而如果你要用默认那个来做 来处理40个这个元素的数据的话 是吧 你一旦超过16 是不是要延长 对 延长 第一个要开币空间 第二个要进行运算 记得明白了吧 哎 延长完以后比如说这个32了 发现还没够 是不是还要延长啊 就这意思 记得明白了吧 是吧 所以我可以出发一个刚刚好的 这样呢 可以减少不断穿新手组和延长的动作 欧吧呀 欧了啊 嗯 这个你听明白了 就欧了夜了 大家不用那废话了 好吧 我想说什么呢 大家 你别到时候搞了半天吧 是吧 随便 没当回事儿 有没有 他就变成失败了 懂我意思吗 好了大家 我不用那个废话了啊 这里边我们搞了这儿 把眼光呕了 就是